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 恭喜你 一起来 小提琴演奏热闹的新年歌曲 为迪化年货大街增添过年气氛 为在迪化街上的台北峡海城隍庙 自1996年起一同协助推广年货大街 二十多年来邀请中华市藏人福利协会 在过年前来年货大街感受气氛 并置证年货让市藏同胞感受温暖 1995年就在做准备 那就是跟台大的研究所 我们就一直想说 如果我们再不用力的话 用心的话 迪化街真的很多生意都会没落 然后我们看到迪化街的东西都是大批 那我们是不是把人引进来 然后请他们变成小包装 所以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 王大哥的那个汤匙 那个筷子虽然是竹制的 但是一套一套 以前他们是整批卖的 然后那个徐大哥这边 那个香菇哪有可能小包 都大大包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 所以年货大街的开始是 台大城乡所这些好朋友 好同学 研究生大家来发动的 那发动的那一年 刚好有一件事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我们眼睛金的人要每年会 要吃好料的 那我们眼睛不好的人 也是要吃好料的 够定嘛 所以就说 那如果适当同胞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协助帮忙 我们给一点点小礼物 那那个小礼物不多 如果还没有找到怎么办 我还没有找到徐大哥 我没有找到王大哥 我就自己自礼了 所以我用的礼物不多 每年都是三样 控制在五百 大概五百块里面 所以我就大概有六七十个的市场同胞 但是他有一个陪同 陪同也要给吧 所以他这样逛下来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东西可以提着 可以买的你就买不能买的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好事发生 我一定送花生 因为那是一个幸運嘛 眼睛金的去买的就够了 这眼睛没看来不是够够了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 一个跟店家说 先有一个promise说 如果有来麻烦不要拿够了 如果有来 把它称到九両 这个就是我觉得陈香所 我真的非常感谢台大陈香所 这些学生的一个发愿 然后如果现在没有疫情的话 现在应该还在供应那个平安茶 那也是当年他们说的 红作枸杞煮起来 很甜很好 今年在地店家联通汉方中药行 及大华行竹木造咖 也共襄盛取 捐赠香菇干及竹子汤匙叉子 号召民众关心市场朋友 今天天气清凉凉 考虑我们在这里 现在感觉很温馨 是 是哦 对啊 欢迎来到地画街 我们有文文杰一说 千金人买什么 猪鼻啊 对啊 千金人买好猪鼻 你说我们地画街 永终好猪鼻 是 很感谢 我们可以来联合大家 来感受这次 我们的过年的气氛 小礼物啦 这 我们过年都吃了香菇啦 我们现在不用煮 这个拿起来就可以当零食吃 方便 来 来 对 对 我们不用煮 等一下 老板 不要边走边吃啦 我回家再吃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年一样有土豆啦 同样有土豆啦 什么啦 都有啦 出来看一下 好 有的拿土豆 你说我拿土豆 还有吗 不知道咧 还有鲜渣饼 还有一个甜滋滋的 我从乌鲁木齐来的 一定会产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葡萄干 很感谢我们的文文节 这二十七年来 给我们四张朋友的支持 虽然提起这个灵灵 但是我相信我们四张朋友 大家心知不知道很热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 感谢文文节 也是希望下次 希望能够 每一年都能够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参加好不好 谢谢 四张朋友在志工或家人的陪同下 一起逛大街办年货 还可以获得 城隍庙及迪化商圈提供的年货礼品 在城隍老爷的庇佑下 感受迪化街店家的友善与温暖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记者里期会台北报道 好 谢谢